云林县政府多年前开始与相关的慈善团体 以及保险公司来合作 免费为中低收入户以及弱势学童家庭等等 投保为行的保险 但全县却只有少数比例的人能同时符合资格 这次星光人寿慈善基金会便与县府来合作 将投保的范围扩大 预计将会有2.84万人收回 云林县内有49,000多名身心障碍者 但是在过去却只有将近4,100人 符合低收入户以及中低收入户资格 领有违行保险 为此云林县政府这次透过和星光人寿慈善基金会合作 为15岁至70岁的身心障碍民众办理违行保险 大约有2万8千4百人能够受惠 针对我们云林县内15岁到70岁 所有领有身心障碍手册的朋友 大概有2万8千4百名 都能够享有违行保险30万 所以我想这个一旦我们身心障碍朋友 面临到意外生故的时候 家庭不至于太过的慌张 也不至于造成他们的一个家庭的混乱 所以我想这个危险保险给他们很大的保障 保险业者表示 他们从108年开始就与云林县政府合作举办危险保险 而近年来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让弱势民众的生活是更加辛苦 为此近年是特别扩大保险人数 未来也将继续办理 扩大举办这样一个捐赠的活动 是针对15岁至70岁的身心障碍者 而且部分身心障碍等级将全部加入 同时民众不用申请也不用缴费 将由县府主动造册 并送件给保险公司来承保 透过此次新光人兽身心障碍者为行保险的扩大办理 身心障碍民众的纳保率是从原本的一层增加至五成七左右 期待未来在县府以及民间单位的共同努力之下 能够继续照顾弱势民众 接下来云林县采访报道